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位 除了日本的戰利品呢 我上禮拜也有去新衣區逛了一下 也買到了一些我自己覺得還蠻喜歡的東西 那在開箱之前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試乎一吃 開始吧 第一件呢 我才剛從洗衣店拿回來 為什麼剛買的衣服要送去洗衣店呢 因為它是一件我在二手店挖到的寶 它是一件西裝外套 深藍色的西裝外套 有一天我媽說要去五藏小山 是一個比較冷門 然後通常會去都是比較熟齡的人 會去的一個商店街 余光喵到 欸 有一件叫做Mold Off的 品牌呢 是伊西旗下的IMM 這個系列呢 我是去年開始接觸 然後它目前都還沒有進來台灣 我本來就是伊西的大粉絲嘛 平常我就很常在買OMPLIZE 然後那時候我朋友介紹我這個IMMAN之後呢 我就看了覺得 哇 非常的喜歡 因為你從外表上很難 恩 應該說不容易察覺它是伊西的作品 但是如果你仔細看這個標籤的這種歷史的感覺 還有它的內裡用的這個顏色 可以感覺出來它其實是滿有年紀的一件衣服 我那時候找到這件衣服的時候 我就想說 竟然有保存這麼這麼久的衣服 因為它的洗標看起來也是有一點年紀 我一開始其實就有看到說 其實它這個毛料呢 表面已經有一點點的起毛球 但是因為試穿了之後我非常的喜歡 然後我就覺得那沒有關係 這一件呢 它是應該是三號的尺寸 三宅醫生有一些從一號開始 那最近大部分都是從二號 然後這件是三號 所以其實是比我平常穿的再大一點點 但我實際穿起來我是覺得還好 就是頂多是衣長長了一些些 它的這個布料啊 算是滿軟的那種毛 然後穿起來是十搭性非常的高 像我今天穿這樣子 中高領 搭起來 氣質也是非常的好 大家可以猜一下這一件多少錢 看到價錢的時候 真的是嚇了一大跳 因為其實它除了就是舊了點 跟尺寸沒有那麼合我之外 其他我真的找不出任何的缺點 這一件我買的時候呢 是日幣 我們現在講的是日幣喔 日幣八千元 超級誇張 刷卡下去 我記得金額應該是一千八百多台幣 所以大家如果有去日本 二手店都是可以看一下的 當然我覺得越接近市中心 比如說像在元素啊 表參道啊 澀谷啊 衣服的品況會新很多 然後季別可能也是比較新 但它相對的價格就會高非常多 再來 同樣是來自伊西 Iron Man 一樣是一件西裝外套 像最近這幾年 伊西的Omblisse 變得非常紅之後呢 很多人都會想要去日本買 但是其實現在日本也非常非常的缺貨 通常它的上貨時間呢 是每個月的一號 如果不是在那個時候去 又不是當地客人 基本上很難買到喜歡的東西 剩下的都是加上剩一件 兩件 非常的誇張 它正面看起來呢 是一件非常基本款的黑色西裝外套 大家都知道三宅醫生就是在玩這些折子嘛 它把它的折子放在幾個我覺得蠻有趣的地方 一個是前面從肩膀這邊開下來的這個折子 然後它平常是收起來的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在後面 從後背 正後 後中這裡 它這裡有開一個折子 視覺上看起來在走動的時候也會覺得增添那個立體的感覺 我現在習慣買西裝就是最好是成套成套買 那這就是它的褲子 它旁邊呢 是有鬆緊帶的設計 所以它算是一套非常休閒的正裝 它就不是傳統的剪裁的樣子 它這一件的折子呢 放在側面 所以你在走動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到這個立體度 非常的漂亮 我如果記得沒錯的話 這一套應該叫做Wing 翅膀的那個Wing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找一下 雖然現在Acne Studios已經有進來台灣了 但是到日本還是會忍不住想要去逛一下 西瓜條紋感的襯衫 一 二 三 四 四種綠色拼湊而成 會買這件呢 其實當然是因為我覺得它的顏色非常的活潑 非常的可愛 在冬天 就算外面要穿得比較厚重 裡面可以用這種亮色系的搭配 那在夏天當然更不用說 自然而然就是非常的搶眼 那它也是有幾個細節 它這一款也算是Face Collection 這個Logo呢 縮得非常的小 就蠻別緻的 不仔細看 看不太出來 後面的領子下方 也是非常的goldly 就真的是要很細看才會看得到 那我覺得這件的搭配性就真的是蠻高的 就算是要穿比較休閒的時候 也是可以穿正式的場合也是沒有問題的 接下來來看一下我上個週末 熱騰騰從信義區抱回來的 如果很喜歡Acne Studios的朋友 很推薦現在也趕快去逛一逛 不管是到A9或者是在網路上 因為他們現在正在寂寞 Seasonal的Sale 我真的覺得他們家的這個粉紅色很標誌性很可愛 是不是覺得四層相似 它是一條領帶 那一天去門市 然後就看到它的Display是把領帶 放在同一個布料上的襯衫上 我就覺得哇太可愛了 雖然品牌在展示的時候 是用同樣一塊布料去搭配 但我覺得這個可玩性可塑性非常的高 然後一般的白襯衫我就覺得非常的適合 然後也可以搭一些比較深色系的西裝 就會讓你整個人很挑出來 它原本的直條紋變成了斜條紋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會蠻有趣的 這樣子搭在領子上就會明顯有一個立體感 或是甚至有一點點錯視的感覺 又是一件襯衫 我也很久沒有買我的命定色的單品 它其實沒有這麼的淺紫色啊 它應該就算是正宗的紫 但是帶了一點白 只是因為剛好它旁邊的線條是白色 所以看起來它會更粉嫩一點點 本來我遇到紫色啊淺紫色 就是會非常的心動 怦然心動 加上它這一款呢 有一個很可愛的地方 左胸前的這個刺繡 因應今年龍年所推出的單品 那這一款其實就是很基本的襯衫啊 那襯衫的搭配方法就很多嘛 其實最不用動腦的 就是一件簡單的西裝褲啊 或是一件簡單的牛仔褲 女生的咖啡色西裝 它旁邊的這個領子呢 是稍微微微一點復古感覺 在領片這邊做的比較大 然後它在肩膀這邊呢 是稍微有一點點間的 讓肩膀這邊看起來是比較有分量 我覺得很讚 那因為它是女裝 所以它在 車縫胸線下面這邊有車兩道 那我自己穿起來我是覺得很OK 因為Acne本身就不是這麼這麼強調 性別這件事情 基本上如果穿上去沒有什麼不舒服的感覺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它的褲子就蠻有趣的 因為是女裝 它的褲型其實是有一點喇叭感的 下面這邊很大 然後上面這邊比較 比較瘦一點點 那我一開始試穿的時候覺得 欸太喇叭了 有點沒有那麼喜歡 但我後來發現反正因為我身高不高嘛 我一定會拿去改 我改短了之後 下面最寬的地方 看起來就沒有這麼寬 會再瘦一點點 那那樣子我就覺得看起來 還有一點點戲劇效果 但又不會覺得說太誇張 沒有辦法常常穿 最近很多品牌在做西裝褲 蠻流行在前面前妝的這裡 壓一個這個一道線 讓整個穿起來腿型 會更立體一點點 接下來是重頭戲是 我去了Prada 總共買了一個包包 然後一件短褲跟一雙鞋子 那先來看鞋子 鞋子是一雙樂福鞋 之前Prada我買過它兩雙鞋子 一雙是很多人都有買的一個叫做巧克力的 也算是樂福鞋吧 但那雙跟我的腳非常非常的不合 我稱它為補售夾 第二雙呢是上一季的 一個滿有造型感的鞋子 但也是跟我的腳不合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跟Prada的鞋子這麼的泛衝 但我那天就是看到這雙 覺得太優雅太漂亮了 我會買它呢 主要第一是它的 從斜側看過去 非常的優雅 加上它使用的是這種 拋光的牛皮 會加一點點高級感 以前我買的呢 比如說這雙骨齒 它就是想要打造出非常柔軟的穿著感 所以時間久了 表面上呢 就比較多這種皺褶 但我覺得每個人的喜好是很不一樣 有些人就覺得 要穿上這樣子舊舊的比較有味道 繼續講回 Prada這雙鞋 它除了鞋側非常的漂亮之外呢 另外就是它的鞋背上面 大家知道就是從RAF加入了Prada團隊之後 它大量的把三角鐵牌不斷的運用在各個地方 所以這一雙的三角鐵牌 超級超級的隱晦 我很喜歡 而且它是藏在這裡 像MiuMiu之前出的是Penny Loffer 就是把那個錢臂塞在這裡面 那我覺得它有一點類似的概念 但是換成RAF比較經典的這個三角鐵牌 那我很喜歡它就是它很隱晦 其實遠遠的看 根本看不出來 它是一雙Prada的鞋子 只能說這雙鞋應該很漂亮這樣子 目前我是只有在家裡穿了幾部 都還沒有穿出去外面 不知道會不會搖腳 但是如果大家有聽那個 展芋小紅的Podcast的話 有一集它就在說 精品鞋呢就是要拿來遜 你就是要用你自己的雙腳跟 腳後跟還有腳這邊的血液 來跟它磨合 再來我覺得可以先開一下短褲 它是一件滿有趣的東西 前面有一陣子不是很流行 把四腳褲穿在 那就是露出來嗎 然後會有一點褲頭的感覺 我覺得它有稍微延續這個概念 褲子的褲頭呢 全部都是用鬆緊帶 這是裡面 但是從後面呢 它是在每個地方有稍微壓一道線 穿起來就是有那種緊縮的感覺 但又不會覺得好像那個布料 弄得太密密麻麻 在後口袋這邊 有一個小小的三角布料 就是有把這個三角鐵牌概念再延伸 變成是布料 我那時候試穿起來最滿意的呢 就是它在前面這裡 有壓了兩道折子 所以穿起來會像實裝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這裡這個版型 會讓你穿起來的時候 有點膨膨的感覺 不是真的那種四腳褲的感覺 甚至穿起來會有類褲裙的樣子 那我自己是覺得可以搭 譬如說像搭我身上這個毛衣啊 或是搭襯衫 然後下面穿皮鞋 配泡泡襪 最後最後 今天的最後一個東西 是一個黑色的尼龍包 尼龍本來在Prada裡面 就是非常非常經典的布料 這一款這樣子看 有沒有很像一個相機包 這一季SS24呢 男裝有很多的商品 會看到很多的口袋 像它有一個背心外套 上面就全部都是口袋 那這邊也是很多的口袋 主要是因為他們這一次的設計靈感來源 是來自攝影記者 那這一款也是從相機包的概念延伸出來 那我先講一下我到底為什麼要買它 我很喜歡這個包型 加上我最近在找一個比較中大款 真的可以裝相機 它的底部呢 是這樣子的 比較寬的 所以才能真正可以放比較多的東西 當初最被吸引的是它後面加的這一塊皮 我覺得整個不知道為什麼就是覺得很搶眼 就是通常其他的包款都是只有一個三角鐵牌 縫在尼龍布料上 但是它是這樣子一塊皮 就有一種延伸感 我覺得這個設計我很喜歡 前面呢就是一個這種壓式的扣環 然後壓下去之後上蓋都可以打開 這個包包我唯一不喜歡的一個點 就是上蓋打開之後 要打開裡面的時候 還要再有一個拉鍊 這個上蓋呢本身還有一個空間 這個空間真的也不小 我覺得拿來裝 手機啊或者是那種護唇膏啊 眼藥水這種小物 錯錯可以 真的蠻打的 用我的頭當比例尺就可以感覺到 我覺得應該是真的能裝不少東西 加上它的高度其實是夠的 裝水壺或者是裝雨傘都沒有問題 最後就是前面有兩個側口袋 那我也喜歡它就是 它是斜斜的 那種45度角 就是它整體都有呼應 這邊一個斜線這邊一個斜線 然後這裡也是這樣斜斜的 就整體包型很俐落 雖然它很大 但看起來就是很sleek很時髦的那種 俐落感 然後另外講幾個點 就是我覺得這一次的 這個 在拉鍊的這個 設計上 皮革 我覺得很漂亮 然後它的上蓋的邊緣 也是有滾的一層皮革 蠻細緻的 它就蠻適合單肩這樣子拿 或者是鞋 鞋杯 杯前面 杯後面 都蠻合適的 好的 這就是以上這一次的 開箱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想要問我 可以留言在下方 或者是來我的 Instagram 私訊我 可能私訊我會比較快 大家如果喜歡這一集的 開箱兼穿搭分享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留言 按讚 分享給你的朋友 然後想要看什麼主題的穿搭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處跟我說 掰掰 按讚